請曾主委 好 請主委 大人好 曾主委 我想您剛才也一再的跟我們說明 那麼在上個星期 那麼金管會也公開說明 說現在對我們國內的銀行 對中國的這個曝險的情況做出說明 那麼包括您現在的調子 包括金管會的說明都說 我們全部的國銀 包括外商銀行在台的子行 對大陸曝險總額度為1.6兆 那麼絕對金額相對於總資產39.66兆元 比率相當低 意思跟大家講說 那個媒體的標題說安啦 你的態度還是這樣嗎 跟委員報告 那倒不是說安 因為現在的曝險的金額 還在法定的安全的範圍 所以您的套一度到底是要跟大家講說 沒有關係 大家不要擔心 或者是要警告說 是有一定的風險 因為您在今年的4月 您還記不記得 說金管會主委 說金管會主委 曾明中公開警示 銀行未來最大風險來自中國大陸 主要是因為國營對中國破險額已經高達新台幣1.5兆元 1.5兆元 已經高達1.5兆元 跟只有1.6兆元 過了半年 這半年間 我們發生了這個有不止一次的 這個我們國內的銀行 對於中國企業的連帶發生問題 包括5月這個旭光高薪趙峰主辦的連帶 包括最近發生的索利協業國泰釋華主辦的連帶 也就是說你在4月跟我們提出警示 然後呢在這半年之間呢 發生了不止一次的這個連帶發生問題 然後到了10月 您的講法反而跟我們講說不用擔心 你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跟委員講 跟委員報告 我從來沒有講說不用擔心 那那個數字的最愛披露是講說 在法律規定的範圍 這第一點說明 第二點金管會也全部提醒所有銀行 我們也花文給所有銀行 在做換款的時候必須注意風險 這第一點 第三點也請檢察局到大陸去做 金管會在公開說明特別強調 說絕對金額相對總資產39.6兆 只有4.03%比率相當低 所以我要在那邊提的是 您在4月的時候提出的警告 後來證明成真 但是呢成真之後啊 金管會反而緊張了 說哇那大家都緊張起來怎麼辦呢 所以呢跟大家講說不用擔心 所以我要提的是 金管會其實有一些應該要做 事嫌要做處理的沒有處理 事後呢要來善後 只能跟大家講說大家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剛才李同豪委員問了TDR對不對 我沒有頂星TDR作例為例 頂星2009年回台灣來發行TDR 他的發行的標的 是香港的康師傅控股對不對 沒錯 然後呢他總共收了多少錢 171億 171億 這171億是進到香港的康師傅控股嗎 是不是 有一部分是投資了 不是我要問你 對 這個錢啊 我投資人買了TDR 認過TDR他這個錢 他總有個流向吧 他錢去了哪裡 誰可以主導這筆錢 當然是公司 是香港的康師傅控股嗎 對 不是吧 要看他 跟委員報告 要看他是老股 他是拿老股出來發行啊 對 老股的話假設是老股就 他拿老股出來發行啊 對 他的老股是誰的 股東 是頂星控股對不對 沒錯 所以這171億 他並不是流入 這些 投資人以為說 我現在這個錢啊 就進到康師傅 在香港掛牌的康師傅控股公司 但他這個錢其實是流入了頂星控股 沒有錯吧 沒錯 所以拿這裡面的 您的說法是61億 到底是不是61億 去買這個101 是61億對不對 61億 61億 對 171億裡面的61億 去買了101大樓的股份的 是康師傅控股 還是頂星控股 還是頂星控股 不知道 不是 您了解我意思嗎 康師傅控股是掛牌上市 在香港掛牌上市的公司 對 頂星控股 是康師傅控股的控股公司 他是康師傅控股的投資者嘛 那你拿這171億 照道理說這個資金的運用 是應該由康師傅控股來運用 結果呢 去買了101的股份 是康師傅控股 還是頂星控股 跟委員報告 他因為喔 他是拿了171億之後 那94億是 留在台灣 拿給頂星控股公司 去發股力 發股力就變成他的股東 包括頂利 頂基 頂固 那他的股東拿到這些錢對不對 這三家才來投資 所以他這個錢就是 扣到了頂星控股嘛 頂星控股的後面 是衛家的投資公司嘛 所以他們拿這個錢 去投資房地產嘛 一部分啦 另外一部分去投資了衛權 去買了衛權的股票嘛 對不對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嘛 所以這個錢 其實 留在台灣的部分 跟康師傅控股 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錯吧 所以 投資人 花了錢 去想要投資康師傅控股 但是呢 這筆錢 其實運用呢 不是康師傅控股 是頂星控股 所以 去拿這筆錢 去買了101大樓 或者去買了地保的 是康 是頂星控股的衛家 所以我們的投資人 打算去投資 在香港掛牌的康師傅控股 結果他們是拿了錢 讓頂星控股 跟後面的衛家 在台灣炒樓 我這樣講沒錯吧 炒什麼 炒樓啦 是 炒作房地產啦 他是投資了101 那您剛才提到的 買這個地保 他是個人的部分 是啊 他們從 這個頂星分到的 這個康師傅控股 這個TDR 分到的錢 他們去買了地保嘛 對不對 這部分不確定 因為基本上 好那我現在要了解就是說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的投資人 我們現在先不管 現在頂星的名字 有多臭啦 他們當初一窩瘋的想要去投資康師傅控股 他打算這個錢 要進到康師傅控股 因為你會回來 發TDR表示我要募集資金嘛 我這個公司需要資金 所以我回台灣 來募集資金 結果這個資金呢 沒有進到公司啊 這個資金呢 是留在台灣炒房了 所以你覺得合理嗎 跟委員報告 那個 在涉及到新股 舊股的問題 假如是舊股拿出來賣 那錢是會到 是啊 我知道 所以我用頂星做例子嘛 他頂星在台灣的TDR 是用舊股來換嘛 對不對 那所以他的錢 就回到頂星控股 頂星控股 不是一家上市公司嘛 對不對 他是登記在開曼群島的 他是開曼商頂星控股公司嘛 他錢到頂星控股 頂星控股 把這一部分錢 一部分放香港 一部分在中國 然後94億留在台灣 這個錢的支配 跟康師傅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錯 對不對 是跟頂星控股在控制 所以我們台灣的投資人 去買的這個TDR 他大部分的資金 都跟香港的康師傅控股 沒有關係 都在衛家掌握 然後他留在台灣 去買101 去買其他的 做其他的投資 這裡面不管有沒有去買地保 總是變成衛家的錢多了 他拿台灣投資的錢 去買了地保 去買了101 去買了其他的豪宅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是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剛才李同浩委員的質詢 請你們就TDR要重新做檢討 那我用這個例子告訴你們 台灣的投資人有多可憐 他們把錢巴巴的就送給頂星衛家 頂星衛家讓他們拿他們的錢 就進到他們的大水庫 他們在大水庫裡面去買了豪宅 去投資了101 去買下了台灣的地標 然後我們讓他用獨油來餵我們 金管會有沒有責任 金管會要不要就這個個案 要提出檢討 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一次的 當然這一次發生獨油事件 是正義公司 是正義公司 那你應該講當然是 我講的是頂星TDR 我知道 有發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那個錢 並沒有回到香港的康師傅控股 那你這個TDR發行 你說我香港 這個香港康師傅控股 我需要資金 所以我才會發行TDR嘛 邏輯就是這樣嘛 委員跟您報告 所以我要從台灣的市場募施嘛 我跟您報告個事情 台灣像台積電 也曾經拿他的舊股到到Jones去掛牌 我知道 其實一樣錢也是回到股東 發股東 其實這個現象就TDR 或者ADR來講 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所有的對市場在公開募資的時候 其實這些資訊也應當要被揭露啊 有 應當要說明啊 公開說明書 包括頂星拿著這個TDR賣的錢 頂星控股去買101 今晚會的態度是什麼 今晚會跟我們大家講說 他投資房地產 這個是合理的 這個是許可的 公開說明書 你要從頭回頭 再來看一下這個過程 原來的 你會覺得它還是合理的嗎 當時的公開說明書 已經有披露這些的事實 所以我要問了說 你再一次檢視這個過程 你還覺得是合理的嗎 這一部分我們會 如果是合理的話 你為什麼要去勸說 說這個其他的股東 不要把股份再賣給頂星 沒有 沒有確實說這個是啊 我從媒體上看到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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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講 這是我們的政府啊 沒有我不曉得 財政部這樣講的啊 喔喔喔 你那個講是101的股份的事情 101啊 那個是因為喔 因為現在換工股 百分之四十七 那頂星集團有101的百分之三十七 那另外有幾家 國內的保險公司持有一部分 那 公股希望取得指導權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希望 我們就頂星這個TDR 引起的這個爭議啊 是 我們希望經管會 能夠重新來檢討 是 這樣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因為我們其實看到過去的例子啊 OK 大部分的投資人通通都賠錢啦 是 沒有錯 能夠重新檢討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接下來 謝謝 謝謝